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着觉 就是给我打电话 让我哄他睡觉 就每次打电话三四分钟 几百分钟睡的 但有一次我觉得就比较过分 就是半夜十一点多 然后打到快十二点了 他让我最后的快挂电话了 非不挂 然后非让我给他唱歌听 唱歌怎么了 不唱歌不睡觉 然后就是第二天 我就没给他唱嘛 当天晚上 第二天就挺生气的 又给我闹毛顿 你为什么不给我唱歌 他老让我一睡觉之前 给他唱小猩猩 什么小猩猩 就是那个 唱一下 一闪一闪两尖尖 就是那圆圆 满天都是小猩猩 就成了给他唱这个 明白了 这孩子挺可爱的 我觉得他唱得挺好听的 碰到一幕 他唱得好听是吗 唱得好听 行了这些事都不说了 这个都是小事 情侣之间经常碰的 我问问 你说他跟别的女生的事吧 就是因为我过生日的时候 他送我的礼物不称心意 买的蛋糕也不称心意 最后据说的是 我在手机里看到 他跟别的女生拍照 还是给别的女生拍照 人家很不乐意的那种 就他死皮赖脸 老跟人家拍的那种 什么样的照片 就那女生就这样 一张吃饭的时候 一张走路的时候 那女生是我早就认上了 就是大学的同学嘛 你为什么要跟人家闹 最感觉在调戏人家 我呢就一块吃个饭 就成调戏人家了 所以说我就说嘛 他到现在都对我不太放心 我也不理解 为什么这么容易吃错 就是一块吃个饭有什么 那为什么当时 你都没有给我拍过照 你给别的女生拍照 你考虑过我看的照片 什么感受吗 没有 我也给他拍过一些照片 可能 但我在你手机里没有照到 现在也有好多照片了呀 现在也是 有好的照片 你为什么不发朋友圈 不发朋友圈是这样 自从我就是准备考试 有一段时间以后吧 我就觉得挺浪费时间的 然后我就把朋友圈直接关了 所以说不存在 发不发的照片这回事 就是直接就不看别人 我也不发了 就这样 他关在这儿以前 我们当朋友的时候 我看他发的钱 你有照片来 你这样 你把它打开 把它的照片发完 三个月之后你再关 好不好 我觉得这样完全可以 可以吗 可以 行了 没事了 当然他不发 那一会儿你们收拾他 还有别人吗 就是我送他的手链嘛 有一次 也是过生日那一次 那个手链是我爸跟我妈 去海南的时候 一个车去手链 然后在我们这儿 根本都买不到那个手链 我觉得挺好的 挺精致的 我就送给他了 送给他之后 结果他就说 你就这么对我不上心 然后就特别生气 弄得我也挺生气的 因为那个手链 我真的感觉挺精致的 而且是我妈特别喜欢 一共就一对 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觉得 你妈带一个 她带一个 对 给他之后 他就一点都不珍惜 到现在也没带 主要我觉得礼物 不在乎贵重 有情意就好 可是你连花心思 给我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 我就很伤心 他就非觉得 就不是我给他亲自买的 而且你妈带着 跟我带着 就是也不太一样 你本来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还非常比我带一样 姑娘 以后她妈要把那手串 录下来说 姑娘给你带上 你带吗 带 你这个意思吗 也真是 所以你觉得她也不好是吗 对 就是太闹小脾气了 而且在平时的时候 思维逻辑还经常 就是不一样 就我和她对事的理解 也不大一样 有时候 那你是不是就是嫌弃我 什么思维逻辑不好 你觉得我脑子不太好用吗 你老跟别的女生上自习 探讨问题 她跟我在一块上自习的时候 就老凶我 就是老嫌我 你这个笔记做得不对 你这个课听得不对 你这个书买得也不对 你这个资料怎么还没听完 还没看完 老这样说我 而且很凶的那种说 对 我是跟就是女生一块上自习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同学 在认识她之前 我们就一块学习 我觉得这也挺正常的一事 我觉得你跟那女生上自习 更开心 我看 她 你不会跟别的男生也上自习 会啊 那不就完了吗 那是这样 去年都快考试了 然后她准备得挺晚的嘛 然后就是还有两周了 她什么都不会 我给她辅导之后也就过了 不是这么凶 你也过不了线对不对 她就老管我学习 生活上是对我很忽略 从来不管是吧 你要跟这个男生 其他男生有什么 比如说吃个饭呀 上个自习 她其实她都不敢 总是你来说这事 我上次翻了手机就看一看一看 她跟别的男生那种牵手的照片了 天哪 牵手的照片 就是这种 就是当时流行一个拍女生背影 还流行 然后背个小包 后来就借一下你跟男生的手 那是我就是好了很多年的男闺蜜了 四五年了认识 她也认识 一起吃过饭呢 还有男闺蜜 就拍了那一张照片 嗯 你都跟我好了 你为什么还要跟她去拍那种照片 当时你不是不在吗 而且我们俩当时正吵架呢 我不在就成了你跟她拍那种照片的 谁让你当时惹我生气了 那她来找我 让我挺开心的 我们俩一块玩玩 那你当时故意气我还是怎么样 我不是故意气你 因为你都见过 肯定也不是什么事 有点晕火啊 两位 有点晕火